穿过倒塌大榕树才到得了静怡的家 静怡和妈妈才外出回来 哇 里面好干净啊 对啊 真的不一样的 等一下 听说这个是你爸爸画的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其实都是铁皮屋 或者说低矮的水泥房 而且都是很老旧的 这个家在后屹立不摇的是生活态度 更坚强 静怡反倒拿起麦克风访问妈妈 台风很大 看起来很怕 你抬头看到蓝天的话 转个念 啊 蓝天我看到了 加油 我们可以过得很好的 换个想法 也包括她 就是赶快把它盖好嘛 就把它盖好一点 爸爸公定意外 驾拐杖 妈妈车祸截肢 这个家再苦都支持女儿的运动梦 温林再累也拼 自己心中的态度吧 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你就会有比较好的想法 两个家 态度 决定一切 本来是游战美聚工 台东报道